你首先要解释什麽叫Woon Core 是,OK,明白了 好,今晚有幾件事要解释 深入纏 好,其實Woon是什麽呢? Woon是一個軟件 它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平台 大約是15-16年左右 它們開始有出它們的成品軟件 可以安裝在Windows、Mac機和Linux的系統 或者是NAS都可以的 很多時候如果是伺服器的軟件 只要你是Intel CPU的一部機器 就已經可以了 那它用來做什麽呢? 播歌、可以讓你的iPad 可以像我們平時的卡拉OK那樣 點歌的系統 剛才你剛才提到 很多時候以往我們 一、二年開始 那時候玩CAS Lumin、Avanda、Wallet 很多不同品牌的Streamer 的串流播放器 其實那時候它們都會寫 它們自己專屬的iPad App 話說專屬,其他人都可以用到的 是,yes and no 因為很多時候它們的軟件 有時候第三方都可以用到的 例如Lin以前也是 但是有某一部份的功能 就只是它自己專屬的Streamer才能用到的 那也很棒 有時候可能你說我用Lumin的App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很多第三方的Streamer 都可以用Lumin的App來選歌的 但是如果你要用Lumin的App來播放Title Title、Cobus等等的傳播播放 就不可以的 對,它只可以讓你播放本地曲目而已 哦 對,所以其實就說 就有點煩氣的 所以到後期 我們剛才說到的歷史 又說到CAS的歷史 又說到舊市 一、二、三年 其實那時候全部的Streamer播放器 都是那家公司會設置自己的Apps 就是我所說的 Arenda、Lumin全部都是這樣的 但那個年代已經有M-Connect了 有 但M-Connect的介面 很好用的嘛 超簡單 對 真的很簡單 當時有一個叫做M-Connect 有一個叫做Android平台 就叫做M-Bubble UMP-NP 對 iPad平台就是M-Connect M-Bubble UMP-NP for Android 就是兩個的 我們當時的制度就叫做UPMP 我們要在一部機裡面 可以是Windows、Mac、NAS 要安裝一個叫做UPMP Server的軟件 是的 接著 你就可以那部NAS直接用USB線 去你那部解枉器 其實那個角色我們叫做UPMP Vendor 的角色 接著你的iPad來選擇那個時候 我們叫做UPMP Controller 是以一個三個一體的形式 Controller就是你的遙控器 遙控器就是我的iPad 去控制我的UPMP Server 就射一首歌就過去給UPMP Vendor 以往其實全部都是這樣的制度 無論好像Lean也好 Lumin也好 就是你的iPad Apps 去叫你那部Lars 譬如你那部Synology Killip 接著就射那首歌 就射PCM的Data 或者是DSD的Data 就給你那部串流播放器 是的 可能你說我十年前 我有一部O1A也好 我有一部LeanDS也好 就是這樣的形式 基本上其實大家都是根據這個三位一體的形式 去選擇的 這個就是那個大體的framework 去到後期 有一間公司就突然好像石頭爆了出來 那就是RUNE RUNE 其實它仍然是根據這個大體上 都是根據這個三位一體的形式 是 一個就是你的RUNE的那個user interface 或者我們叫RUNE Client 就是你的iPad Apps 是 或者你的Android Apps 然後下面就是 剛才我剛才說的 UPM Server 它的名字就叫做WUNCore 是 或者叫做WUNCore Server 那個軟件 它有寫了很多不同平台的版本 Windows 版本 Mac OS 版本 Synology Q 或者是Linux 的版本 我們都寫了不同平台的 WUNCore Server 的軟件 你只要下載相關的那個平台 然後去安裝就可以了 然後 去到後期 以往它是未分家的 去到後期它就多了一個 第三個角色 我們叫做RUNE Endpoint 以前 RUNE Endpoint 和RUNE Client 其實是在同一部機的 一開始的時候 後期就把RUNE Endpoint 放到第二部機 或者叫RUNE Endpoint 把你的那部機器 例如好像是一個 KEF LS50的喇叭 如果這部Streamer 或者是Lumen的U2 那些的話 我把這部機 拿過去美國 實體上 拿過去給RUNE的實驗室 它們做過一個certification 它有些認證的要求 你必須要這樣 它要符合到它一堆的條件 你一個RUNE Endpoint 的設備 它叫做RUNE Ready 其實就是RUNE Endpoint 和RUNE Ready 最大的分別就是 RUNE Ready 是有正式去跟RUNE的那間公司 去入個Lab 去做個Testing 如果你說沒有RUNE Ready的certification 的話 它其實只是說 它是一個普通RUNE Endpoint RUNE Endpoint的軟件在哪裡 其實那些第三方的公司 就跟RUNE的那個網站 下載這個軟件 安裝網站 不代表那些東西是不合理的 基本上 其實通常沒有 所有RUNE Endpoint的軟件 播放裝置 全部都合理的 所有的功能都不同 RUNE Ready RUNE Endpoint 其實理論上我都沒有看過 有一個RUNE Endpoint 有些東西播放 的原因 我都沒有看過 因為RUNE 為什麼我會特別 叫你解釋這件事呢 很多人都會不明白 究竟 為什麼會不明白 就是RUNE Core RUNE Core 突然彈開了RUNE Endpoint 對 因為去到後期 我不記得 好像現在1.2 我記得從RUNE 1.2 到RUNE 1.0上RUNE 1.2的版本的時候 它就多了一些 叫Multi Room的功能 對 OK Multi Room的功能 就是說什麼呢 香港未必是很有用 在外國來說 可能他們有一個House 有很多個地方 Multi Zone 不如說我只有一個RUNE Core 是放在我的書房 不如我兒子又要聽 我女兒又要聽 我又要聽 廚房又有另一個喇叭 理論上 其實你只需要有一個RUNE Server 一個RUNE Core 然後你有很多個 不同RUNE Endpoint 可能在兒子房 兒子的房間 女兒的房間 我的Study Room 我的Live and Room 我的Live and Room 這樣就可以同一時間 透過一個RUNE Call 他做了所有事情 譬如說你要做RUNE Correction 你說要做DSB Upsampling 做完之後他就射下去 給A軍 B軍 C軍 D軍 也不需要說 每一個人是同一首歌 譬如說兒子在他的房間 選擇他自己想聽的歌 女兒選擇他自己想聽的歌 我在書房想選擇我自己 那是同一個 每一個 寸 即那個PCM Stream 是可以完全播放不同的Data 不是說一定要 那四個一定要 identical 不是說一定要同一個曲目 四個之間是可以有四個不同的曲目 每一個曲目都是 每一個的設備 都是一個 他們稱為Woodland Park的東西 每一個iPad只要選擇 在他播放的時候 我選擇哪個播放裝置 我原來要射給這個播放裝置 就播這首歌 這個播放裝置 就給這首歌 這個播放裝置 某程度上也都好像卡拉OK房 你十間房 十間房其實都可以播放不同的 這個就是Wood去到1.2版本之後 就有了multi room的功能 或者multi zone 那時候就可以 其實就說 為什麼他要把Woodland Park 和Woodland Park分架 是 那有些人就說 近年很多時候 我們這些師兄不同的人玩 很多時候就說 不是呀 Woodland Park 做完Woodland Park 好像好新一點 有些人就說 不是呀 把Woodland Park 和Woodland Park 分開兩部PC 就好像好新一點 是呀 去到後面 有些人就說 不如分家吧 分家好像大部分 很多師兄在網上的討論區 就說好新一點 是 尤其是如果一些師兄 他有做很多DSP 的upsampling 是 或者他有做room correction 那他就覺得 我在這部的機器裏面 做完所有的 升頻 房間修正 所有這些的工序之後 就把我做好了的 PCM的data 的Stream 才射進去 給那部串流播放器 然後才給那部解賣器 來開聲 那些人就會覺得 好聲一點 這就是近年 為什麼很多師兄 都會 在網上討論 就說 這樣好像雙機 我們叫做 Deal PC Mode 是 好像好聲一點 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這次 真正想去探討 或者直接我們不如今晚就去做實體測試 是 的那個恩人 恩恩恩恩恩 都會想去做實體測試